好然後我是Abra 然後今天本來代表Herstory來做一下說我們今天做了什麼 然後先簡介一下這個專案主要是在做什麼 就是我們會想要試圖找出說台日韓港 就是四個地方的人們我們可以一起做什麼專案 所以那時候當時是想到說我們這些地方都有一些女權的一些事件 然後我想說做整理事件的方式來讓大家可以一起 就是這四個國家四個地方的人一起參與這個專案 那我們主要目前是把這些專案這些事件呢 用簡單的文字整理成就是不同的語言 那可能我們台灣事件我們會先翻譯成中文 然後也寫成英文版本 然後讓其他的國家的人看到之後 他們會幫我們就是在翻譯成他們的語言 然後讓大家可以去分別傳播說不同地區的人 那時候發生了一些什麼事情啊 彼此是不是有互相影響的觀點這樣子 那我們目前合作的話就是從2020 應該從去年就開始 然後我們每個月會有一次視訊會議 那最近一次就是我們剛剛下午有做一個 跟日本韓國連線開會的一個討論 那這是那時候的我們的截圖這樣子 然後我們討論的這一次的主要的方向 就是在這個時候順便跟大家報告一下 就是因為我們當時就是發現說 我們資料也已經整理成一部分了 但是目前還不知道說這些資料要怎麼去運用或呈現 所以我們主要就是有一些這樣子的構思 去想要去做這個討論說 我們目前會往哪個方向呈現這樣子 然後之前可能想說想要做一個類似女權的危機百科這樣子 那到後面我們過來發現 而在韓國跟日本 開始把一些議題專注在他們近期發生的事情 像是就是韓國有一些 有那個N號房的事件 那或者是日本有一個KUTU的這個 KUTU的運動這樣子 然後我們都覺得其實很貼近生活 那我們也想說台灣是不是也可以慢慢的朝這樣子 比較接近我們目前生活上面的議題來去做 事件的紀錄 對 然後 所以我們過來有兩個方向 就是這個專案我們決定說 把它做成一個可以傳播的方式 那就照我們現在目前這個表格裡面 我們有非常非常多的事件 對 然後這些事件我們也是持續在做一些編輯 然後翻譯的動作 那除了這以外的話 我們想說我們可以把這些事件圖文化 然後這個就是以一個那個日本KUTU的一個例子為由 就是KUTU運動呢 就是說有女性他們穿高跟鞋覺得很不舒服 然後想要在這些工作的場合上可以穿上平底鞋 可是卻有一些男性表態說 就是女生穿平底鞋是不禮貌的動作 不合時宜的行為 對 所以過來我們就覺得這個 這樣子的事情 我們其實可以把它畫成這種可愛的圖文 然後讓別人先從圖文就是被吸引說 欸 我也有發生過這樣子的事情 然後我們可能在下面就用簡單的介紹去說 用三個語言 三個語言去介紹說 這是一個什麼樣子的事件 然後想要藉由這樣子圖文的方式 讓他可以更好推廣 然後甚至到未來也許有機會大家就會覺得說 喔 這些事情都是生活在我們生活當中的 不是只是別人發生的故事 然後我也有一些相關的事情可以分享 然後大家就是可以越來越關注說 女權其實是很貼近我們生活的 那我們現在想要徵求的就是當然是 我們繼續整理更多的事件跟翻譯這個工作 對 然後另外就是也會想要徵求就是喜歡畫畫的人 然後我們一起想說我們某一些事件 哪一些事件可以把它畫成有趣的圖文 然後可以讓更多人去關注不同的事件 然後也許是藉由圖文來去更快的連結不同國家 或者是不同族群的人去關心我們覺得重要的事件這樣 謝謝大家